第七次上课 所以每一次上课都会有一个清单 所以今天的话已经是第八次了 当然已经最后一次 时间其实我是觉得不是那么充裕 可是就是 像这个课程主要的用意就是 给各位开一个头 至少就让你知道说有哪一些东西 在ESL VBA 里面可以运用的 而且这进阶又跟入门课程又不一样 你会发现基本上就没有再讲函数了 也就是几乎全部都是用VBA 那VBA能够做什么 其实理论上 只要你平常就是滑鼠键盘能做的那些事情 其实都可以用VBA来完成 而且不止那一些 还有更多 甚至它可以做到 就是当然你按一下按钮去做 或者是说你不一定按按钮 你也可以时间到去做 我前面有讲过 当然你就相对的就可以 以前重复性做的事情 通通都可以交给那个就是 VBA来完成 几乎就是说像什么呢 下载那个股市 那不一定是雅虎的股市 全球的股市 你会看网 我们如果 不要说全球 光全台湾的 有关股市相关的那个网站 就一堆了 如果说你可以怎么样 随时都可以自动去帮你抓取这些资料 然后帮你 假设你有一个固定的公式 就是当什么样的数字发生的时候 然后你就是要买进 当然现在还可以延伸出去叫自动交易 你可以再去自动做城市交易的部分 那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就不需要说你随时要盯的 或者的话你随时就有一个人 或你自己要亲自要做 那其实它相当花时间的 OK 也就是说你其实利用VBA最大 就可以把怎么样 自己可以分离出来 也就是自己可以写个分身的 那当然你越多的分身 当然你能做的事情就越多 OK 不是只有台湾股市 像美国的股市 像全球股市 大陆的股市等等的 那股会市 我们如果随时都可以掌握的话 那你给有个公式 那你就可以做出一些判断 OK 或者是说可以去自动 可以把那个一些图形给画出来 包含就是什么 可以是什么呢 你可以有一个历史的 有一个等等关系图 等等也许可以把这个图给画出来 所以上个礼拜 我们主要是利用两个方法 一个是大乐透的那个下载的部分 我们是聚集录制 加上一个回圈修改 录制的话 基本上用的就是 那个Excel里面很好用的功能 叫重Web OK 不过重Web 我前面一直强调 它里面 其实就是用到一个物件 叫Query Table Query查询 Table就是 那个网页里面的表格 OK 也就是说 这个只能抓表格 那也就是说 如果说假设那个网页里面 它没有表格 很抱歉 就抓不下来 不过理论上 会发网页上的那个资料 大部分都往表格形态 几乎是99.9%了 很少是那种东西放上去不用Table的 OK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网页背后的 你一定要把它做栏位式的 像Excel一样 OK 所以基本上 这个岛比较没什么问题 比较会有问题的就是说 有些资料 它本来就不是开放的 那可能会限制你抓取 OK 那方法 问题就是这部分 还蛮多像什么 像雅虎股市 如果你用Query Table的话 会用会变成乱码 怎么办呢 OK 那基本上 大概我想找乱码 其实主要是里面有个参数 这个参数就是 它那个背后的编码方式 是什么 那基本上 那个网页上的编码方式 最常用到就两种 一个就是微软的 它叫CP950 OK 一种是 Google或其他的那个软件用的 就是大概UTF 大概这两个 所以我在想说 它会不会是编码方式 可是问题 Query Table里面 没有可以设定参数的 所以一刷下来就乱码 那怎么办呢 可以改用什么 IE物件 那这个IE物件 其实简单讲讲 同学也有问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IE软件器怎么样 把它拿到VBA里面 背景使用 那只是说 IE软件器 预设值 Visible是看不到 等于FORCE 就是看不到的哦 它是在背后被你执行 那只要提供给它什么呢 第一个 你就是有一个方法叫Navigate Navigate就是你要连到哪个网址 连过去之后 但是连过去因为它载 载进来嘛 你网页不是说输入网址 马上全部的网页内容 统统统统统统设 所以我有一个那个application点位置 位置后面的话就是什么 等一下 等几秒钟 我是保守一点 我大概等五秒钟 五秒钟实在是 有点久 但是是比较保险 因为很多时候 你无法预料说 你那个网站 它本身的那个流量快慢 所以有时候 慢一点没关系 比较保险 然后呢 它抓下来之后 你再去针对 那个网页里面的某一些标签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一个get element by tag 有没有 tag就是它那个html的标签 所以我一直强调说 如果你想要把那个 这个爬虫 所以这个IE物件 其实就是一个爬虫 OK 网页的爬虫 因为现在很夯的 有没有 如果你可以达到 也就是所有东西 一定可以载到IE软件 只要它能够连上 那也就是所有东西 都可以被抓下来的意思 OK 背后其实IE物件的使用方法 其实可以单独写一本书 OK 当然台湾我没有人写 OK 我发现日本有一个人就专门写 VBA如何使用IE的物件 OK 写得非常详尽 但是 那本书 我大概网路上有看到了 就是说 都是有人写的 然后 有时候其实 大概也知道说 它的叙述 它的章节 我大概就知道 里面大概它可以怎么去玩的 不过像我的习惯是 我大概猜想 如果说有些 我会的 我就照我自己的方法写就好了 如果我不会的话 也许我机会再把它买到 再看一下 那理论上大部分都做得出来 OK 只是说 有时候日本人写那个诚字 写的真的是 会比较 怎么讲 他们写诚字 会比较 按照一定的章法 所以写出来诚字 相对会冗长很多 如果你们有去看一些 像我有 那个参考用书里面 有介绍一些日本人写的书 他们其实 它很特别 那个VBA在日本 还蛮日本的 很特别 可是在其他国家 就不见得那么热门 还不知道为什么 OK 说 他们一定是很常用那种 Excel 也许啦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说 那个日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其实是 相当相当友好的 所以他们可能 日本人有什么 那个美国有什么软体 他们有些时候就 反正如果说 Follow你就好了 我就不要 再另外再弄一个东西 也许啦 台湾其实有类似的问题 其实台湾 用微软东西 也用得相当普遍啦 所以其实 你有时候用那些 像Python来 做一些事 不见得占到便宜 OK 那他用Python好处就是 他是所谓的那个 开源的 所谓的那种自由软体啦 就是比较没有费用问题 我一直强调 那微软的话就相对可能要付一点费用 其他在细节部分 各位可以再延伸 所以这些东西延伸性都很大 也就是可以跟所谓的 网路爬虫做结合 那也就一直有很多人在讨论 到底 我们要爬资料 到底用哪一些软体来爬 是比较好的 其实VPA本身也做得到 Python也做得到 只是说我觉得 一直强调 不是谁比较好 你就单用哪一个 像我的习惯 反正我VPA不能用 我在想办法用Python 如果Python用得比较好 那我就是先用Python把它抓下来 那抓下来之后的话呢 我在丢给VPA做后去处理 比如说像Python里面 有一个蛮好用的模组 就是叫Beautiful Super 那Beautiful Super Python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它其实跟IE物件也类似啦 只是说它那个抓的方式还蛮方便的 程式非常简短 没几行 东西都抓下来 所以如果兴趣同学来 如果想要再更上一层楼的话 也许可以再了解 如果就是慢慢来 像这些东西都是各式各式一个一个的专业 一个一个的技能 当然这有点像是怎么讲 你要提升自己的能力的话 我觉得这种投资是比较值得 因为这种东西投资下去 我觉得你自己帮助你自己提升起来 你的机会就多很多 而且将来我一直强调 事求人人求事 你要被 如果你要被选的话 就是表示你条件没那么好 OK 那如果你要选人家 那前提是你条件要够好 OK 也在你的履历上面 哇 比如说你VVA也很在行 学完进阶 然后已经很熟了 然后Python你也学了 你也都很熟 然后你R 或者是其他手机的APP 你也会写 不一定会写 也一定要了解 那个整个运作流程 你不要说将来即便要找人家帮忙 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叙述 我发现很多人 真的就是外行一听就知道了 那内行有学过的 就讲马上就知道 你是内行的 好像有些人问问题 网路上大家很多一堆 因为我东西放在我网路上面 然后一堆人问问题 但我可能还是选择性的回答 不然的话我恐怕累累都累死了 然后YouTube上一堆人说 是我的话怎么 我说 他会问我就说 他会问我说 就是请你来这边上课算了 OK 不然的话我怎么可能 随时有那个时间 在那边回答每一个问题 而且有的时候 我觉得这种该一个专业 不是说也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OK 但我不是说我只是要什么费用之类的 但是就是说这是很合情合理的 那一天我们家的冷气 只是稍微有点问题 然后就找冷气公司 就是国际牌人气嘛 他只是来看一下 就要给三百块啦 那我太太说 会不会有不合 我都不会啊 很正常的啊 你这样要来 你给他至少一个三百块的充满费 这是合理的吧 OK 可是我觉得还是有些人会觉得说 为什么要收钱 对不对 OK 那 对啦 可是会跟不会都差很大 你不会的话你自己来吧 耳机坏掉 你没法吹冷气啊 很痛苦耶 因为这么热 这几天热得要死 没冷气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那要不然你就是自己去研究嘛 去了解冷气的结构嘛 然后冷气自己修嘛 对不对 可不可以有啊 可以自己DIY啊 那问题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厉害 OK 所以这些专业的话呢 那今天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来继续看 第七个单元 那重点的话呢 请各位开启那个问题零七的部分 那首先的话呢 当然我们直接先看一下那个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如果今天我的需求啊 我是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问题零七啊 直接做 假设这个问题零七里面啊 总共会有13个工作表 如果我今天的需求啊 我希望啊 再跨出去啊 我希望啊 不是只是刚刚工作表 而是希望呢 把13个工作表啊 帮我做切割 比如说这个 这个工作表啊 有没有发现 底下啊 总共会有这么多工作表 其实它有个顺序啊 加 然后乙丙丁 有个顺序 那总共呢 有这么多工作表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啊 请你帮我呢 一个工作表 存一个Excel的档案 也就是一个档案里面呢 就是放一个工作表就好了 要怎么做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我希望呢 把它分出去之后的话 我希望再把它全部合并在一起的话 要怎么做 有点像是 全公司 有这么多部门 那你如果假设你要把资料分给不同部门 你总不可能把全部的公司的资料 通通给全部的部门的人看到 你可能还是需要做分割嘛 那给他们之后的话 他们一定会回来 回来资料 A学校给总经理看 给董事长看 然后你当然你要 你就要把它合并 你不能说分散 分散它打开打开很麻烦嘛 对不对 你要把它合并在一起 那怎么办 什么时候可以快速的分割 快速的合并 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开启那个问题07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快速的针对 就是大量的工作表 把它变成工作部 工作部就是一个Excel的档 那也就是说工作部会有另外一个工作部的物件 工作部物件就是叫workbook 加S workbooks 瓜葫后面的话就是它的档名 就是那个档案 workbooks 然后要做什么呢 你可以存档的话就点save as 关闭的话就点close 所以我们其实要做什么 把它先存档 存完档之后的话 再把它save as 再close 就可以了 就可以一个一个全部把它存出去 请各位先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